再来,习近平从二十大以来就在国内大权独揽,唯我独尊 还天天忙着提出各种论述来为国内的洪水 为国际的和平指明方向 那这种心态就是典型的天朝皇帝心态 只能我指挥别人,不能别人来指挥我 所以我们看到了,今年五月习近平在西安 也就是古代的长安 搞了个大唐迎宾室来招待中亚五个小国 那其实已经透露出他的皇帝梦 而皇帝能够轻易地出国访问吗? 应该是各国前来朝共,对不对? 除非像南非金砖峰会那样是有特殊的领域 还有特殊的战略目的 否则呢,应该是各国到北京去朝见皇上 那这应该就是习的思路之一了